我是就读开南大学三年级的书群 然后就像刚刚甲雨跟大家说的 我们本来有个小组 但是我们的人数就随着学长姐他们的毕业 然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神一定不会放弃开南 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我们就要做 就是基督徒你在哪 然后我们一到团结一起 这个学校里的基督徒 一起为开南打美好的胜仗 阿们 于是呢我们就开始计划 这个基督徒你在哪的活动 那我们在祷告过后呢 我们就有平安就决定说 要在新生健康检查的那天 我们要在健康检查的会馆门口 然后我们要在那边做这个活动 然后呢我们在祷告 在策划的时候就觉得 这不对啊 怎么可以知道基督徒呢 就是暑假的时候 教会里面很多小组 他们都有很多的福音行动 然后都有很多见证 那在台北可以做 在开南一定也可以做 所以我们就在祷告以后 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做 基督徒你在哪 跟免费的糖果 免费的祝福 我们要同时做这两个活动 然后呢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预备糖果 然后我们可以糖果上 就是有经文 可以帮他们解签 然后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 那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次 不管预备什么东西 可能我们在夹丹渣 或者说我们是在 准备经文的纸条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们都一定会先祷告 然后到了新生健康检查那天呢 我们就在健康检查的门口 就是举办就是这个 基督徒你在哪 我们就举这个牌子 然后呢也让那些经过的同学们 我们就说 同学同学 想要吃糖果 刚抽完写写 他很第一来吃个糖果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去就请他们抽糖果 为他们解经文 然后呢 大部分的人都很愿意 被我们祷告 那也有些人说 我真的觉得 你们这段圣经 真的是触摸到我心里了 就是某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就都很感动 然后我们最夸张的事情 我们是糖果竟然准备得不够 我们还骑车去补货 那我们留下来的 我们后来结束以后 我们留下来基督徒的资料 大概是26个人 然后呢 我们就回台北以后 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整理这些资料以后 我们就打电话 关心这些学弟妹 然后呢 就有些人 因为他们不是北部人 那我们就在中秋节 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就要他们 一起来烤肉这样子 然后有两个学弟 他们不是基督徒 然后他们也没有返乡 他们就待在桃园 我们就要他们一起来烤肉 然后呢 他们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 哇 你们这次小组 实在是太好笑了 我笑都饱了 根本就不用吃了 然后呢 他们就很开心 很喜欢我们当中的气氛 然后上礼拜四 我们也开始我们的小组 那感谢神 我们上学期只有五个人 但是我们这学期 生给我们二十个人 对 所以比起上学期五个人 我们多了十五个人 感谢神 当我们愿意 把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 摆上给他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 所以我们派手 把荣耀给神 阿妹 感谢神